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天講一下姜濤的善心善舉 之前有很多神徒和姜濤在我的頻道互相較量 但是高登仔一如既往跟大家說 大家保持和平 大家有什麼事就是理性討論 不要一言一句 有些人直接打粗口 我告訴你,在我的頻道 基本上我不會太禁言大家說什麼 但是如果大家說的太粗皮 太過侮辱性的話 真的有兩種方法 要不就直接禁止你 要不就幫你刪除了留言 高登仔也不想這樣 在我的頻道上 我也想保持一個言論自由的空間 就算是各式其式 不同支持偶像的粉絲 在我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在我的頻道點擊留言讚好 每一段影片有廣告看廣告 每晚8時 我們都會準時報道不同的兒樂資訊 由於MIRROR為主 近日 姜濤一直都行善即得 很多人知道 在今年的兒童節 MIRROR成年 每個都post不同的相片 和不同的慶祝方法 咦? 今次姜濤有不同的搞作 我們就看看她的IG 說什麼 姜濤在姜濤秀的IG 咦? 今天 今天 看到很多人 post 兒童的照片 即是小時候 我都嘗試找回 以前的兒童節的記憶 可惜的是 我真的沒有太大印象 咦?姜濤對於兒童節 沒有什麼印象? 難道是沒有人和他慶祝兒童節 還是他自己不慶祝兒童節 不知道 而因為最近在做新歌 即是第十首 和他的好兄弟 令山哥 一直在做新歌 第十首的單曲 所以今天 他想到更多是 那些不和平地區的兒童 咦? 他做這個新歌 可能是大愛港和平 看他透露的語氣 不知道他們今天是否還在非虛中度過 是否能夠吃飽千年 是否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所以姜濤 就知道最近有些fans 那時候 開始為他慶祝生日和新歌的應援 因為姜濤 本月底生日 還有一段時間 他在二同志 發表這些講話 姜濤 覺得他非常感激 他就想說 你們的心意 我全部都收到了 但今年 我希望你們把應援集資 得回來的資源 用來幫助身邊更加有需要的人 特別是現在是疫症時期 社會上 每一個人都覺得不容易 所以 我們應該傳達我們的愛心 和力量 這樣說 真是好 姜濤 我想他兩件事 有一個感觸 第一件事就是 近來世界都不是太和平 因為烏克蘭的戰士 所以姜濤也有感而發 看到一些新聞 就說 有兒童流離失所 有家園盡委 有家人 有妻離之散 我們 在這條頻道 估物論 究竟是 是歲是非 起碼戰爭 一定是傷害到兒童 就像Beyond那首歌 這樣說 所以姜濤看到這些 此情此境 就觸發內心的悲傷 所以 他真的 希望透過 這個 去生日 因為月底生日 去生日 因為他世界各地的粉絲 遲些我就會說 因為他世界各地的粉絲 都很誇張 每一個地方都跟他做好 一個生日的派對 做好不少的設施 不少的準備功夫 當中 都牽涉到很大量的金錢 姜濤也知道這件事 所以 他都 將這個信息 希望 告訴他的 世界各地 特別是香港的粉絲 就說 你們 希望 今天 看到很多人 寫了一些兒童節 這樣 所以 他 心裡 想到 在遠方戰火下的兒童 錄製新歌 那時候 感到 有感而發 他今天 希望 呼籲 所有 的 姜濤 和 成員 不用為他 準備 這麼多資源 和錢 為他 慶祝生日 今年 希望 他們把這些 錢的資源 真的 捐給身邊 有幫助 他沒有說 你捐去 烏克蘭 他 直接 就說 你捐給 在香港 他可能 跟香港的粉絲說 在香港粉絲說 就是 真的 幫他身邊 疫症的 朋友 有需要的朋友 例如 我高端仔 想到 他就說 例如 你 如果準備一些錢 去幫他 手製一些 牌 去聖換牌 或者賣廣告 早不如把那些錢 去賣一下 口罩 你發現身邊 那些 獨居長者 這樣 收不到 收不到 支援 幫他手 買一些 口罩 防疫用品 送給他們 甚至 買些百家券 也可以 百家券 50 100 送給他 又或者 你如果知道 區裏面 有些什麼 不同的人 需要幫助的 老虐相殘 你知道他住哪裡 就去慰問一下他 有時候 在公園 看到伯伯 很苦悶 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裡 我就不時 在樓下都看到 都不時 看到他們 坐在那裡 那倒不如 真的去 關心一下他們 那些粉絲 有什麼回應呢 那些粉絲 近來 那些粉絲 不同的 義賣 舉行了 那 那 香港 那個 姜濤 粉絲 都舉行了 網上賣期的籌款 又在 生日主題茶店 舉行了 義賣 捐款 給慈善機構 幫助基層的小朋友 這個我也很欣賞 不過 我就奉勸大家 你可以用自己的身份 去捐錢也可以 你可能寫一張紙 包著說 這個是姜濤捐的 包著那些錢 然後進去 save一些捐款商也可以 沒有問題的 但是 我經常 高等仔 都強調 現在 之前 又試過有人 賣一些首飾 以姜濤的名義 白狀 那些捐款 究竟有沒有牽涉行政費 你又要了解一下 那 如果倒不如是這樣 直接自己身體力行 剛剛又出了消費券 拿消費券 撥部分錢出來 既然 姜濤都說 希望大家行善職德的話 拿一些部分的東西出來 買回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所以姜濤這次呼籲粉絲 行善待生日禮物是重要的 即是說姜濤 今次的生日 都不要收生日禮物了 他都不希望 希望大家 利用這些資源 去幫助社會有需要的人 我高登仔 都很欣賞姜濤 以及很贊成這件事 所以我高登仔 都希望 藉此我這個頻道 都呼籲大家 不是粉絲的 你無論支持什麼偶像 都不如 在自己的荷包拿些錢出來 買回一些有需要的物資 被需要的人 好 今天暫時是這麼多 我們